難得我們兩個人出來一起拍片 沒有攝影師 剛有一個人找我咕咕咪 然後是2010的 10.110 然後我想說這個老咪嘛 其實一般我們有時候也不一定會買 是你咕的 我咕的 一般我聽到我都會說那個不好意思 我們可能現在沒有什麼在收了 對 這樣你不知道那你稍微吃 就因為吃 然後我想說沒關係 不然來拍一個整理 我看這個感覺整理狀況是還不錯 你喜歡整理車子 大家都喜歡看我們花錢嘛 對不對 那有時候 假設你買很新的車 其實你也沒有什麼好用 用心良苦耶 對 那我想說MINI 這種車型有沒有看起來很可愛 整理完會覺得很有味道 因為你看他車子氣氛還不錯 氣氛還不錯 我看那雙其實還蠻漂亮 一般我們的經驗 如果是S 我可能不太敢買 說NA的一般修不到什麼錢 所以後來我就跟他買了 他稍微理車數有比較多一點 我們先帶一看試車 好 我們現在冷戰修熱場 網友問說 怎麼樣才可以聯絡得到我們呢 我拜託喔 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看完影片以後呢 下面影片的資訊卡打開呢 有一個想找車連結 就要點擊進去 把裡面的問卷填完 那我們就會最快的時間 聯絡到你 那如果說你是想估車的人呢 那一樣下面的連結 點開以後呢 填寫完表格 我們馬上就會有 好 本來其實又從店裡出發 結果我們開到一半 車就不會走 喔對啦 上次我們本來要開過來 對 然後結果開到一半 我在挺紅衣的時候 一補油門 油門就踩空 我們本來買的時候 還沒有那個狀況嗎 沒有 我感覺什麼 感覺是油門斷掉 剛才過我們公司的電腦 結果我們公司的電腦 就有跑出一個故障啦 叫做 加速踏板異常 喔就踏板的問題 簡單啦 換個踏板就好 我見過沒那麼簡單 不簡單 好啦 真的給我聽給大家看一下 2010年的mini 好不好 啊底層數稍微高嗎 18萬 如果以mini來看 應該算高 就比較多一點 但如果說你以2010年來推算 現在幾年 14年 4年的話 一年 一萬出頭 一點點吧 不算多吧 我也比較想知道你買多少錢 我跟你講 因為其實它原本漏油蠻嚴重 對 那我看它後舉手有幫我聽漏油 對 漏油一下整理 我就大概抓了一下 所以我大概就買10出頭 喔10出頭 有扣掉整理的費用 扣掉 我想說整理大概我要抓5萬塊 正常行情大概多少錢 正常我 我坦白講 mini沒什麼正常的行情 我沒有正常情 就看車礦 喔對 有人跟我報說 20萬 嗯 也有人跟我報說 狀況不好就是10萬 啊我後來最後我就買了一個折重 買12萬 OK 啊但是我沒有預估到現在發生的事情 因為你本來預估大概修多少錢 修大概3 4萬塊 那我要抓一點ASOB 你本來預估30萬然後現在更多了 對我一本來預估30萬 想說漏油嘛 後幾多風 引擎要下啊 要整理啊 然後我想說應該沒關係 整理給大家看 大家是不是很開心 大家現在更開心了 結果大家開心過頭了 先給大家看為什麼會買 第一個我們看一下外型 第一個雙色啊 沒有 渦輪的 沒有渦輪的 好接下來我們打開來看一下裡面 其實氣氛還不錯 英國國旗 英國國旗的一個常規 你看這個手法 這個內裝其實還蠻底的 沒有黏黏的 沒有沒有 而且它的底影狀況還不錯 所以就買了 然後我還被了一個騙子 不是被騙啦 他誤判的啦 不要講誤判的啦 第一個是總代理嘛 第二個你看 他有改這個國旗為的 對 而且它是一升級的國旗為的 所以我覺得應該 還不錯 而且車體也沒有什麼傷 所以我們就換這三樣東西 看到嗎 這三樣 那 這三樣什麼 我先跟大家講 這個東西是什麼 應該是電腦吧 對 看到這上面有很多插頭 你知道嗎 我們原本以為是怎樣 踏板 他就用它們沒壞 因為老闆精修 所以他有很多套 就幫我對調 他把我換上去還是沒反應 所以現在這壞掉什麼 這個是 解氣門電腦 然後呢 這是 陽層麻麻 然後這個咧 就是 電子解氣門 這也是有電腦在裡面的嗎 他要給一個sensor 訊號給他 他來控制解氣門的開關 應該說 其中一個壞掉的問題 導致他的這個電壓不對 然後燒掉了 所以最後就是壞了三樣東西 最後要找一下 三樣正常抓電腦一顆 現在可能一兩萬吧 對 但是因為我們是換直接換外匯的 R56電子解氣門 然後 加他們弄 這一個電腦 兩三萬 一個兩三萬 然後大概偷偷弄 四萬二 四萬 四萬二 就電腦這些東西 我發現有人肉有多整理 我說沒有 就這三樣 不是 四萬多然後肉有還沒弄 還沒算進去 現在是測試是OK 可以發動 你先先把它達成可以發動的要求 我覺得說要不要在這邊執行 可是現在沒辦法 我們可能還是 沒搞 然後再找一個 喜歡他的 就我們花大錢把它整理好 嗯 看有沒有人會喜歡 就整理都到位 就整理到位 看就是那下一個車主接手的時候 是一個整理很好的狀況 那應該大部分貴的都修了嘛 對 好像師傅有說水幫浦也有 也有龍 水幫浦也有 而且這個都還算是後面 後面的預估單 其實師傅已經給了我 那時候應該 滿多東西 我們再拍給大家看 好不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 要不要去試一下 會不會開了以後再換別的東西 不會啦就是一次修啊 反正就在保養長的 反正就在保養長的 然後對不對 都一起成這樣 然後我通常也有泡泡的嘛 現在能不沖水嗎 能不沖水嗎 一定要沖水嘛 好啊 那我們就 繼續試一下看看 OK 現在已經發動了 沒有問題了 油門會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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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門是不能 不能補油門啊 它的感覺就是 就是你打 D檔 入檔的時候 要發行 對會發行 但是 不可能再開過完嘛 那我們現在已經 都 整理了一下 應該是 沒什麼問題了吧 我那邊其實買回來 我覺得還滿好看 而且我還開了不少圈 還可以去買東西啊 什麼的 因為買這個車 我們一般其實都 其實都試得滿直氣的 而且我們會過電腦 對啊 所以其實我 一般來說 我覺得 應該 不太會 有一些 評估不了的狀況 但是歐喜車不就是這樣 他直接說壞就壞了 真的喔 說壞就壞了 那現在看起來 還滿順的啊 應該說 其實本來就滿順的 所以我本來以為 就有遇到 油門的整理 有沒有就 肉油 肉油的整理 啊現在就是 他說就是 肉油跟肉水 因為這個原本就是 我們來 打算 過來車修市場 要整理的東西 結果 電腦燒掉 我真的是沒遇到 死料未擠啊 這個也要感謝 我自己的好朋友 好不好 瑞伯汽車 銷唷一下 因為 他也算是介紹了 我們這間修車廠 因為他們就是專門 在玩 迷你的 車廠 那其實這台車 我原本想說 欸 他如果有興趣 跟他一起嘛 然後整理一下 給大家看 結果 應該不小心 我自己扛 他跟我說 他覺得18萬是 稍微比較多 他聽到都有點害怕 應該說他就知道 整理比較多 因為後來我就問他說 我這壞掉的事情 他就跟我說 他常修到虧錢 他說賣迷你 他沒有穩贏的 他就是 哦 一修一修會虧錢的 你看 但是不整理又不行 等一下出去外面試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跑一下的感覺 他說不要吹太大力 有沒有 他說都正常了 不要怕 不要太遠啊 我怕人家推車要推很遠 其實他就是跟BMW是一樣嘛 因為我剛剛看他電腦上 也有印BMW 哦 對 應該說他們後來就跟BMW有合作了 所以其實已經被他收購了 這一代的MINI 大家會比較喜歡他 尤其是因為 其實這個車開前是很超像卡尼車 哦 有點像 它的底盤其實比我們後來那些新款 都來得更硬 路感更清楚 回饋起來更緊急 所以其實這一台的MINI 你真的這樣開 很有樂趣的車子 而且其實他們內裝 到現在都差不多 這中間雖然沒有螢幕什麼科技性的產品 但是指針的那種圓針表 然後你看那個燈 你看它那個油表在哪 超可愛的 然後 這邊 氣壓很穩 都是圓的 其實我現在那個開的感覺還不錯 只是1.6 OK 對 那我覺得其實MINI開起來 是蠻有樂趣的車 也可以算是 很有型的代表 因為 老咪有老咪的味道 它整體起來看起來那個感覺還是相當不錯 年輕的時候有沒有喜歡過 我覺得應該有 有有有 你都開Polo 就是我會覺得這身很酷啊 但是我知道小型小台的MINI 它就是後座會是比較辛苦 而且是雙門的 雙門的 所以就是比較不太方便 啊Clubman太貴我們買不起嘛 對不對 我們就買一些便宜的好玩的這樣子 現在這個車的價位也很好入手吧 據我的了解啦 以一零年的開價來看 大概可能都在三十萬左右 三十多啦 三十 沒有S的 那其實跟你買了一台而已 BIT Yaris 差不多有一樣的錢 Yaris可能在二十幾萬 如果一樣的錢我可能會選擇買MINI 因為BMW現在就 一零年BMW就比較舊了嘛 如果都要整理完一台 老的話 MINI如果說你把它整理得好 那其實你要脫手 能不能車友之前還可以 接送 但是你BMW就不一定了 對呀 因為這個外型或是內裝看起來都不會有什麼太大的一代感 對 而且男女同時 對呀 對呀 其實這路感是很硬的 我也覺得 真的很像卡林車的那種感覺 就離地面反接近 對呀 所以它其實 你像那個COOPER S的 真的是 如果你喜歡操駕 那真的是感覺還蠻爽的 那我們是 就是追求說 9362好了 所以我們就把一個 一把 結果我們自己也知道 都這麼說了 好不好 不過我們也試完廁所 感覺 OK吧 還不錯 我覺得它其實沒有什麼save 對啊 啊 我們現在因為 車子還有一些其他的整備要整備 所以我們就把它看到的是 因為師傅今天就有滿確認 就是這個 加速的狀況 切油門踏板 對對對 已經沒有什麼問題了吧 都好了 都非常健康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 繼續把它的整理 然後看看最後 total 需要的費用 需要花多少錢 會不會需要追加預算 通常是要有的 OK啊 開起來整體來說 重拾了對這台車的信心 因為其實這電腦 這個有時候 我們做歐系車最害怕的就是電腦一樣 但是這個還好吃 mini的其實它的 試占率也不差 所以其實你不會買很多東西 國外外會見很多 今天是雪鐵龍 你可能不一定買到 但是因為畢竟它是mini Cooper 那我坦白講 你今天去買一台 05-06 不是 0607的 這個價格可能 沒有差很多 因為mini其實就是看整理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差不多 OK啦 搶桿測試沒問題了 沒問題了 時間過得很快 我們過一個禮拜了吧 今天我們請一下我們的師傅 謙哥 謙哥來來來我們修了什麼 謙哥剛剛傳了一個悲傷的報價給我 他傳了一些汽車到施工精美的圖片 然後呢再加上一張殘酷的報價檔 一張而已嗎 喔兩張 兩張吧 兩張 兩張 一夜還立不下 一張是電腦維修 一張是肉油維修 對對對 他們國玩是專修mini的專家 啊我們現在是已經clean了 故障嗎都沒有 都沒有 好的 那我們上次熄火的原因就是 油門踏板的電腦 這個造成它燒掉 然後解氣門 解氣門 就是電子解氣門 這樣子小小一顆 電子解氣門 然後呢 還有什麼 楊塵 楊塵馬達 就是它調節它的那個怠速 喔怠速的楊塵馬達 所以這三樣東西壞掉以後呢 就更換 花了 四萬多塊 接下來就是肉油的障礙 我們的施工程應該怎麼樣 施工程序就是引擎要掉出來啊 分解啊 接觸箱跟引擎要分解掉 這個東西其實大家看得到 這橡膠東西其實不貴 但是貴的就是這個工錢啦 好的 那我們撐起來看一下好不好 所以整個下面的部分 喔 這個已經是很新了 都幫你 該油漬的全部都幫你清潔乾淨 它這一顆我有看到 它這顆這麼新 是不是換過了 所以它冷氣有整理過了 這顆冷排都換過了 然後接下來我們這個就是油底殼吧 這一個是油底殼 這個是油底殼 對我說這邊啦 這邊接過 所以這個地方也整理過 對 這個油底殼要下來啊 才能換到那個 接到液高鐵板 好的 你躲在這裡面 這個整個裡面 這邊就是變速箱 對對對 這兩邊要分解掉 分開啦 你才能換得到 換得到這裡去 對對對 那大概前面就這樣 然後其他我看防塵套 跟第三條架 都還是蠻OK的 對對對 好像沒有其他要整理的 Mini的底盤 比較少會凸聲音 師傅我想請教一下喔 如果說我們的網友啊 有人想要入手Mini Cooper的話呢 那你會不會有什麼建議 或是說有沒有需要留意的地方 Mini的話就是水位一定要凸 R系列的它是沒有溫度表 建議去裝個水溫 正常來講水溫的溫度 大家如果是以渦輪車來講的話 大概在108度 那油溫呢 油溫也是大概在110度到102度左右 就是那種 我比較好奇就是我們現在修了這麼多東西 現在目前之後還有沒有可能 遇到什麼東西需要修了 因為大漾的好像都修完了 我現在目前看的它狀況是OK的 但是至於後續接手的車子 怎麼超價不清楚 對 不清楚 跟大家分享一下喔 我自己當初在買這個車的時候啊 我其實就有預過啊 預抓一些費用出來 漏油這個狀態下 我大概抓的費用是5萬塊錢 機油的這個調節法 其實我沒有讀書固障嘛 其實這是評估內的 但是呢 我們在開來的路上發生的這個電子節氣門 故障的問題 這個就是我沒有預估到 多花了我4萬2千塊 電腦移植的費用 然後電子節氣門 大概toto就是 9萬塊 差不多 其實我預估是20萬內整理好 我都還會有一點點利潤 那結果超過我 超過我 還是忍不住 失守了 多了一萬 是不是還有一個建議 上次有他跟我們說 這種車 你的油表不要太低 盡量燈要留保持在三個燈以上 因為它 汽油的油表 對 汽油的幫浦 再次泡在汽油裡面 那如果你汽油呢 太低的話 很有可能造成散熱不良 最後會導致 汽油幫浦的故障 其實好像很多歐系車都是這樣 歐系車都是這樣 因為這個是設計的問題 它們散熱主要是靠 泡在油裡面 油裡面這樣子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神聖的鑰匙交給你了 呵呵 美容完了 搞定了 都搞定了 千辛萬苦的把它拯救完 那雖然有些人會覺得說 這個沒有開孔 沒有渦輪的 為什麼要花這麼多錢 來做這個整副 因為沒有渦輪的版本 其實它的妥善率是比較好 我們今天想說既然都要整理了 那當然來整理一個 大家沒看過 那告訴大家說 如果今天有興趣 想買mini 或者說你想買信口車 但是你對整備這件事情 有時候你不太知道 到底在什麼行情 今天我就做一次給你看 基本上我們收這台車的錢 跟修車錢基本上快1比1了 差不多了 一樣差不多錢了啦 應該我現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修的這個引擎 油門踏板 電子結系門的電腦負帳 22000塊的外匯件 然後資料移植要花4000塊 電子結系門8500一顆 然後車身模組FRM4000塊 查修的工資是3500 我覺得蠻合理的 沒想到還有下一頁 喔 還有很多頁的啦 單子沒黏在一起 不然這樣子打開一張這樣 差不多OK 第二張喔 欸 第二張就很精彩了喔 那成績當然滿的感覺 第二張就是水幫浦 2900 變速箱油風1900 水箱金5坪1坪31500 1000塊的冷煤 冷凍油金300塊 那變速箱因為已經下整顆嘛 所以也整理了變速箱是 油是4坪2400 機油的話是2700 5坪 然後接下來就是一些清潔劑 然後還有傳動軸油風 需要兩個 所以是2200 比較高單價的就是 陽城馬達 殼6500 機油幫浦調節電磁把 7000塊 吊引擎的費用 5000 水箱架拆除 3500 變速箱分離 油風的更換 1500塊的油錢 油底殼心型1200 還有 曲軸前油風 1500 所以 這些東西都是我們花完的費用 我沒有跟老闆殺價喔 尊重專業 這台車我們總共來的是12萬元 整理總共的費用大概是9萬 所以總共目前成本是21萬 我原本預計整理完的費用是17萬 然後我想賣29萬 然後再加上一些保護承擔的費用 但是我現在可能算這個如意算盤 我還是打破了 那我還是要賣29萬 那如果說有興趣呢 有想買這個車已經整理好的迷你 我也希望 透過這個整理過程 你會對這台車很有興趣 沒錯 那如果你想要省一下一些整理的費用 割花好了 再來是有些優勢 第一個 2010年的車 06年的Mini 其實你現在去市場看 大概可能也在20萬附近 那這個是2010的 那接下來就是它有尾燈 有換這個國旗的尾燈 內裝的整體來說算是硬品 那今天的這個影片 就這邊分享給大家 目前的里程數是18萬 7千 基本上這支影片我不希望我爸看到 因為我爸一定會 飆我一頓 那你有沒有覺得你又更懂Mini 又成長一些 我覺得以後我可以生為是一個Mini達人 那我也希望說 如果你有喜歡Mini 或是說你對Mini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來購買這一台 那至於有沒有下一台呢 很難說了好不好 我們可能買新一點的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和分享 如果想來解更多觀眾的舞車資訊 歡迎上Facebook 搜尋人們的舞車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囉 掰掰 訂閱到一起 點燈 festival